三角龙的身体 可以看到它的大腿前方 基本把身体切成两部分 前后几乎等长 所以在画的时候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各部分的比例 然后另外就是细微的结构 首先画身体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它前半身肩胛骨的位置的 这个结构的变化 它有一个弯曲的长形的肩胛骨 虽然表面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画的时候 还是要把这个结构特征 要给它表现出来 然后四肢是如何连带这个肩胛骨与骨盆下边的 它的前肢是连带肩胛骨的后方 这个骨盆是一个这样的长度 然后它的大腿根部的宽度 等于骨盆的这个长度 向下逐渐变成三角形 向下逐渐缩短 然后它的小腿 被大腿外侧的皮肤和肌肉包裹起来 小腿等于说是穿插在大腿内部 等等这些细节 我们在画的时候会一一讲解出来 我们知道了这些信息之后 我们就可以动笔来画这个三角龙的身体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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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